各位同學,這是演技教協的一拜四的課 大家看到書本的28張Magnetic Bill,在我們課程配當中,它是第13張 我們看到這個廚藏跟廚藏的源頭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磁鐵 磁鐵也分為北極跟南極,外面會有磁場線 或是我們稱之為磁鐵線,它的雙背景,繞到南極,它是一個封閉的磁場線 如果大家在森林裡面移屍方向的時候,通常會拿一個樓盤針 那樓盤針本身的主戰就是一個封閉的世界 他會跟這個,樓盤針的這個北極,它會指向我們這個地球的地理北極的那個面色 我們把他敘述一下 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剛才講過這個詞典 例如說這個 我們把他敘述一下 外面 把他敘述 我們把他敘述一下 像這樣 不是一個四肥胖 他總是從北極直向慢直 向他敘述 收到北極直向他 就像我們的螢幕上面所看到的 所以說你如果這邊弄一個樓盤擺上去的話 樓盤的這個樓盤自己本身呢 上面就是一個屍體 它屍體的背景就會順著這個 我們講這個 把屍體的外面的這個捨一下 然後再加上去 那麼事實上呢 我們這個如果要去探討 它的這個屍體 外面的這個實力線 我們可以這個 這個放了一些表作這個 這個結線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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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利用鐵屍 把它掃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鐵屍體 本身大概就會形成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磁力線的這個圖案 我們可以看到它會從此 這邊 把背景 跑到南景這邊 看到這樣 所以 如果這個是一個磁鐵的話 這個 鐵屍把它掃上去 給我看到 那 或是說你 有兩塊磁鐵 那麼 下面是這塊磁鐵的北景 跟上面這塊磁鐵的南景 那我們一樣把它掃上這個 鐵屍 然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磁鐵 是從 這個 跟 北景跟南景 是接在一起的 事實上 它是從北景 直下南景 直下南景 OK 那麼 如果 你擺的這個 兩塊磁鐵的極限是一樣的 都是北景 那麼 磁力線都是從北景出來 所以 這個是從北景出來 那彼此之間不會連在一起 我想這個 在在的都是顯示出 就是說 磁鐵外面還有磁力線 還有磁力線 那 我們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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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 其實我們的地球本身就是一塊大磁鐵 好像可以是一塊大磁鐵 那 這個 埋在我們這個地球裡面 那 這個是 我們的這個 一個示意圖 那這個在我們書本上 28.3圖 744頁 同學如果你是第10版的話 第10版的這個 教科書的話 那麼 28.3圖呢 有一些錯誤 有一些錯誤 事實上呢 他在這邊是寫錯 他可以寫錯 那這裡也寫錯 然後寫錯的地方呢 就是說 這個 我把它就是說 這個 在上次上課的時候 我有特別這個 跟這個 同學提起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教科書裡面呢 有關這個 第10版的教科書 28.3圖 像這邊啊 有一些錯誤 那這個地方呢 這地球呢 這裡是我們的第一北極 North Geographic Court 它的第一北極 比方說 我們這個冰島那邊 就是在靠近這個 北極那邊 你知道嗎 這是第一北極 North Geographic Court 那麼 North Geographic Court 附近呢 有一個地球的南石子 South Magnetic Court 那 你們第10版的這個 28.3圖呢 這個 這個地方 要出錯誤的 要出錯誤的 這個地方 在你們的書本這邊 應該寫成South Magnetic Court 不是North Geographic Court 同樣呢 它的敘述這邊也錯了 這邊要改成 The South Magnetic Court is Near the Earth's North Geographic Court 就是說 這個 我們的 這個地理北極呢 附近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地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磁鐵的南極 南極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 這個南極 那你如果把地球的 看裡面是看成 就是說 埋了一個巨大的磁鐵的話 那麼 它南極可以提供的這條線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North Geographic 就是10種 那 地球它自己本身啦 我們知道地球本身自己會自轉 所以我們才會有白天晚上 這自己自轉的話呢 它是照著它的實現 這個 Axess Rotation 是這個實現的這個軸 那 Axess Rotation Axess Rotation 軸跟Magnetic Access軸 之間的夾角 大概就是說 這個 在這裡畫出來是10度 所以 事實上呢 我們的這個 地球 這個地理北極那邊附近呢 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實現的南極 那 同樣的道理 在 地理南極 這 South Geographic Pole South Geographic Pole 就是我們的這個 宣傳座的這個 南邊這邊 它有一個 地理南極 那 這地理南極附近呢 它有一個 這個 實現的北極 North Magnetic Pole 所以 所以這個地方呢 你的書本呢 這裡應該改成 North Magnetic Pole 然後 這裡也是一樣 改成 North Magnetic Pole It's near the Earth-South Geographic Pole 所以這個 事實上 請同學呢 把它 這個 改正過來 那 這一個 五年數喔 把這個 我們的這個書本 這個 Copy下來以後 把它修正過來 所以 同學就說 這樣才不會 造成一些 誤解 所以 地理南極附近 它 有一個 誤解 那 地理南極附近 它有一段 序述啊 也是有一些 誤解 我們這邊要 要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 你們的這個書本 這個 740 最底下 那段 序述 他說 because the magnetic field of earth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of simple bio magnet 是 就是 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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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般的這個 石條 一個 磁鐵 我們地球的這個 這個 磁掌 跟它 並不是完全是一樣的 那麼 這個 所以說 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必須要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說 the point on the surface at which acomcast point strait down is the south 那個 它的意思是 這個 在這個 地理北極那邊 它有一個 藍磁 藍磁 那麼 事實上 我想 這裡面呢 有一些相關的 這個 我們就是說 這個 也許 你就是 反正就是說 修正一下 在你的這個 tags裡面 是修正一下 這個部分 在第十版這邊 有一些 這個 錯誤 那 這個 在第九版這邊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回到我們剛剛 上面顯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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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明什麼呢 這個 這個 它說明就是說 我們的 這個地理北極 這個 就是我們 這個地球上北邊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地理北極 附近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把地球看成是一個 磁鐵的一個 南磁級 這個 南磁級 那麼 地理南磁 地理南磁 就在我們這個 這個地球南磁那邊 地理南磁 它附近有一個 地球磁鐵的 是 這個 這個 北磁級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磁鐵的那個 南磁級 的那一條線 稱之為 叫做 磁鐵 那地球自旋的這個 旋轉軸 叫做這個 自旋轉軸 去定義它的這個 地理北極跟地理南磁 那麼 持續的 跟地球相接的地方 去定義這個 南磁級 跟北極 所以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必須要 跟同學做一個 進展 那麼我在這邊 稍微把這一個 他們有相關的這個關係 跟大家在這邊 再做一點這個 稀疏 我們講做的 Northall 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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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如果是一個樓盤 樓盤的North Pole of the Magnet is Attractive 它是HC,HC,Waternorth,這個順道 North Pole of the Magnet is Geographic 這個地球的這個順道 我們稱之為叫做地理北京 地理北京,North Pole of the Magnet is Geographic 地球的這個順道,North Pole of the Magnet 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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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北極目鏡會看到一個南磁鐵 他看到一個南磁鐵 他看到一個南磁鐵 就是這個地球北極這邊 他附近有一個南磁鐵 就是他把地球看成是一個磁鐵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南磁鐵 那麼他的位置跟地理北極很靠近 is located 你也買 他的位置就在唐湖鐵 同樣的道理 在地理南極的地方 他的這個 到 遠出奇的地方 耳朵 耳朵 他在這個 耳朵 Magnetic Magnetic pole A4 我是把地球看成是一個磁鐵 是靠近這個地底南極的路徑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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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這樣敘述重結,大概就很辛苦,現在第四版書本上面的這個28.3 我們必須要去跟他做一些修正 那麼事實上呢,他的這個磁鐵的磁極的部分跟這個地理上面的北極南極之間夾的這個角度其實會隨著年代會改變 事實上在過去這個100年,地球的這個我們簽文上面星球的這個年紀去看的話 在過去100年,那麼其實我們這個地球的市場,他的這個宣傳座 這個宣傳過好幾次,宣傳過好幾次 所以我們在這邊啊,也好像就是說特別的這個在路下 它是我們地球 這就是我們那個地球 這就是我們的地球 它是我們的地球 就是选了这个旋律增加的分量 As the brain is greater rotation 这是它的旋转 直转的处理 所以你的直转的处理呢 增加的话 那么 这个地球里面的这个磁场 它就会变大 the direction of all earth may make a field 到我们地球的 这个 磁场的这个方向 现在我们一开始重新的阻力 和我们准备重新的阻力 在過去這個百萬人的這個期間裡面 我們地球的這個時期反轉過好幾次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這邊 對於我們這個地球的這個外面 有磁場這個事情 跟同學做個介紹 那麼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磁場在空間上面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一些物理的現象 會產生什麼樣的物理現象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有這個在空間上面有磁場存在 又有一個帶電的例子在裡面做一種東西 那麼這時候帶電的例子就會感受到一個磁力 這個就是我們直接的要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 Morance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書文章 跟Pers8.0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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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圖案,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我們出版上,它是8.457.46A,或是我們這個平方上面這個圖案 我們用F下調V來代表,它叫V,它是V 它是磁場,然後呢,我們Charge Polycle 它作用在一個代電的這個粒子,在運動的代電粒子 我們Charge Polycle,它在磁場裡面運動 用來那個Cue 用來那個Cue 好,它是在這個,一個市場 它在這個環境下做運動,它就會感受到磁力 那這個磁力呢,它的大小,我們稱之為叫做FB 我們的運動力子,它感受到的磁力是它的帶電量 成長,它的這個現金速度 對於磁場去做外界的運動 Plus Product 那這個是我們的Dr.Exprecious 那這個是我們的Dr.Exprecious 它的這個項鍊的調子處 那如果說我們比較方便的話,我們可以用右手定整 這個,這個帶正電的粒子 這個粒子是帶正電,那Q是正的 它有一個速度,紅色的健康方向 那麼,存在了磁場的這樣的一個物理環境 那你把Ve去Cross 你就會感覺到這個運動密度 它就會遭受到一個藍色方向的磁力的這個作用 那我們可以用右手定整整 四個指頭,十指中指,扶名指跟小指頭 指向速度的方向 然後呢,Cross是朝磁場的方向 去Cross,這個 四個手指頭指向,這個運動B 它的速度的方向,往磁場方向Cross 那麼,母指的方向就是感受到磁力的方向 所以很清楚你可以看到 今天假如說你是帶正電的粒子 在這邊在旁邊 磁場是綁正方向 按照這個右手定整 你感受到磁力,藍色座 也是進往這個白板 如果你這個運動的粒子是帶附電 那麼,你把Ve去Cross V Ve去Cross V,雖然是進白板 但是因為它帶附電的 Q帶附電的 所以它的方向就是出白板 出白板 在這裡 導演 有這種 建議 車,在附電